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罗佛三分钟 爸妈好 我是杰音 在科技和网络当道的年代 网速就是许多人赖以生存的根本 而州政府为了提高人口密集区的4G网络覆盖率 计划在128个地点新建电讯塔 以提升网络素质 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基本设施组主任布凯里透露 罗佛州有3244个2G和3G网络发射站 也将会提升成4G网络发射站 扩大城乡的4G网络覆盖率和速度 同时通过通讯卫星设施 把宽屏服务延伸到内陆地区的11个地点 因此州内会全面停止3G网络服务 以4G网络取代 他也预测到了2022年12月 人口密集区的4G网络覆盖率会达到98.58% 我国的5G网络也会在明年扩大到柔佛 柔州在EB阶段下将设有361个5G网络地点 到时民众就可以享受5G的高速网络 接着下来 柔佛州总警长拿督阿玉汉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警方在今年内针对7个私会党采取行动的成果 警方目前已经逮捕70名来自多个党派的党徒 并援引1959年防范罪案法令扣查其中20人 13人来自21党 7人来自36党 其中18人被判拘留2年 两人接受监管令为期2年 另外有70人在1966年社团法令下被逮捕 他们分别来自21党、36党、04党、08党、凤凰山、五色齐等党派 最后又是一则低利息贷款 却演变成大尔隆追债的新闻 一名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的 20岁大马青年李伟康 目前在新加坡服役 他在浏览脸书时被一则超低利息的网贷广告所吸引 他想要贷款15000新元 报读一项课程 他最初只是先向对方询问贷款详情 再提供个人资料和银行户头后 对方却突然存入450新元 然后开始了无止境的敲诈 李伟康的妈妈王金荣说 对方在9月到11月期间 曾三次到他位于四国来的住家坡红期 就连邻居家也遭慈余之殃 他只好先后奉上6000新元 希望对方不再纠缠 但是对方贪得无厌 甚至搬出市主双胞胎哥哥资料被盗用的情节 想要进一步敲诈 而马华巴西骨档公共服务与投诉局主任林道翔 今天陪同市主舅舅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 涉案男子态度嚣张 威胁要放火烧毁他的住家和电屋 林道翔已经就此事报警 加强保安以加装高清监控系统 另外王金荣也透露 他们已经向新加坡警方报案 也通过刚回到新山的亲人在马来西亚报警 而针对这起案件 柔州总警长阿玉汉说 恐吓林道翔的男子 于早前恐吓马华投诉局副主任蔡建文的嫌犯 并不是来自同个党 目前警方已经接获报案 并将设法获得新加坡方面的协助 以展开调查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是渠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